哈喽 好久不见欢迎来到速度展开说 就在这个月 华为终于开启了它的鸿蒙Next 好像纯血系统的公测 曾经那个被你们不断诟病的鸿蒙系统 从这个月开始起 终于变成了一个 可以跟安卓封停抗理的操作系统 而手机单手开始就有苹果的iOS 安卓和华为鸿蒙 三家封停抗理的这样一个局面 但对于用户来说 也可能会面对的 需要在使用APP的时候 选边站的情况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APP 都同时支持这三种操作系统 这个风潮 则M9的理由竟然是因为 他家全家都是华为的全家桶 所以他觉得必须选择 一个鸿蒙操作系统的车 才能配得上他花粉的身份 想不到我这么一个 IT汽车双盲的伙伴 却揭开了未来 你们可能选择汽车的 这样一个重要的指标 那就是操作系统 所以今天我就展开说 就跟大家展开说说 汽车的操作系统 讲到操作系统 你们得记个数字就是三 在PC时代 操作系统主流的分别是三个 大家都是熟悉的Windows Mac系统 和Linux 而到手机时代 三一直没变 但是里面的伙伴一直都在变 到现在最主流的 当然就是iOS 安卓 和鸿蒙 那到了现在的车机时代 操作系统 依然逃不过这个三 首先最熟悉的 就是我们的安卓操作系统 但接下来 就是现在最热火的 Linux 鸿蒙操作系统 还有一个叫做QNX 这个听了就有点生僻 但事实上 却是大家最熟悉的操作系统 且听我一一展开说来 QNX这个名字 既二口又外兵 一听就不是普通人用得起的样子 是个歪来户 但是如果我要告诉你 这个操作系统 恰恰是目前全世界 覆盖率最广的 汽车操作系统 你是不是觉得很惊讶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一下 使用这个操作系统的品牌名字 你就不那么惊奇了 宝马 芬池 芬田 福特 通通都在用着QNX 但是只不过 这个操作系统非常的低调 在它的外面 披上了各种各样的 其他厂商的名字的外衣 就比如说 奔执的MBUX 宝马的iDrive 一讲这个 熟悉汽车的 你是不是就觉得 亲切起来了呢 QNX系统 它其实是一个 可以高度化定制的系统 要知道 当年它的爸爸 可就是那个 叱咤商务擅长的 黑莓手机 黑莓的操作系统 一度就是用的QNX的系统 所以它的核心特点就是稳定 汽车厂商选择它 也正是因为它能够稳定的这种特征 所以那些商务人 使所中爱的汽车品牌 选择QNX 也就理所应当了 但是就像任何操作系统一样 稳定的代价 那就是封闭 所以QNX系统 别说是海量APP了 就连用上电 都是欠缝的 至于国内这些 车机们想用的 大家的常理唱K 打游戏 告诉你通通没有 而且另外因为QNX系统 它不是一个开源系统 说大来话 就是使用它 给花钱 那对于咱们国内 白手起家的这些工程师来说 那就是非常鄙视的 所以这两年 QNX系统 除了那些大牌厂商 在国内的路 那自然是越走越窄 我还记得 曾经是QNX 最坚定合作伙伴的福特 当时进入中国市场 就发现 QNX系统在中国 没什么市场 于是只能选择 跟BAT三家 每家合作了一个操作系统 最后 优胜裂炭 留下了 跟百度合作的 那个待遇屏上的 巨大系统 一直都用到了现在 而另外一个厂商宝马 它的iDrive系统 在经历了真正八代以后 终于在第九代的时候 也就是现在这一代 终于在中国市场 放弃了QNX 选择了安卓的阵营 没办法 只要让咱们中国用户的 车内娱乐需求 这么之高 所以呢 你肯定不会因为QNX系统 去选择一台车 因为它在中国 就快看不见了 所以它的未来 肯定不属于这种 车机大屏的人车交互 而会在自动驾驶领域 大方异彩 因为它已经占据了 这个领域 90%以上的市场份额 但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 安卓系统 对于这个 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跟咱们手机的操作系统 一模一样 车机的大屏幕上而已 大家爱用这个 无非因为它简单 而且呢 对于国内的用户来说 它的移植特别特别方便 但相比于QNX在全球市场上 50%的份额 安卓的全球的份额比例 其实并不高 但是在国内却高达90%以上 国内买车是选择安卓 并不是因为他们想选 而是很大情况上 是因为没得选 国内的工程师们 爱选用安卓 就两个元 第一个呢 就是因为它开源 便宜啊 不用花钱啊 你想想 那就比QNX要经济多少 现在电动车卖这么便宜 那当然是能省一点 就省一点 所以我们在很多电动车上 看到的都是安卓的操作系统 而另外呢 就是因为安卓的 这个丰富的APP的生态 也就是你手机上 所有什么APP 瞬间就可以移植到你的车机上 无非是把它尺寸调大一点而已 举个例子啊 就前几年 我看到过一个豪华品牌 推出的一个车机系统 点了QQ音乐 啪 还有很多啊 透着各种粗糙 而且呢 当时安卓手机上面的这些毛病 比如说 爱同级死机越走越慢 这些也被移植到了车机上 所以当时在车机系统 还是820芯片的年代 我是非常非常的反感 车机安卓操作系统 好在啊 这两年随着魏小李这些精致派的入场 安卓车机的这些毛病啊 都逐渐消失了 而且8155 8295 这些高性能的芯片 也当白菜一样 在中国的国产电动车上普及着 而且界面也越做越精致 至于流畅那就是更不在话下了 甚至一下安排一个 虚幻的3D引擎 那也是轻轻松松的 比如像唱K 看电影安排 就算打个圆绳 也可以通通安排 但因为安卓车机系统 它的底层其实是Linux 也就意味着你们看到的这个界面啊 其实是Linux变成安卓 安卓再变成车机 是套了两次娃 它是Linux的孙子本 所以呢 在这个两次转换当中呢 就会消耗到大量的系统资源 也就意味着 你要用一个流畅的车机系统 其实是需要 很高速的815芯片和8295芯片 至于大内存那也是必不可少 所以无形间我们在减少了 这样一个软件支出的同时 我们硬件开销 其实是无形增加了的 但好在啊 现在国内的车机系统 那这个硬件配置 都是白菜价堆上去的 消费者自然不用为此买单 那所以对于现在的用户来说 想要有个非常丰富的生态 那安卓系统 那是无脑的选择 好了 终于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下面我要揭晓的这个操作系统呢 虽然名字听上去 再到车机 一脉相承没有变化过的操作系统 所以它也就是很多操作系统的 这样一个核心 听这个名字你们可能觉得有点遥远 但是我要讲下面这些品牌 每一个都能让你们高潮起来 来 特斯拉 华为 吉利 是不是不一样了 这几个都是有出息的品牌 也难免网友们给它送上颇天的流量 因为他们的操作系统 都是自己研发的 而且是基于Linux 而要知道安卓同样也是基于Linux去研发的 那如果我们把Linux比作爷爷的话 安卓就是BUD 而其他基于安卓开发的操作系统 那就是儿子了 而其他像鸿蒙之类的操作系统 那其实是跟安卓平辈的爸爸一辈 那这一比起来 那自然就是高下立线 可别看这只是点备份的差距 例如像鸿蒙这种系统 他们跟普通安卓系统的差距 可不是一心半点 因为这厂商的这个底层操作系统 拥有直接跟硬件对话的能力 所以从运行效率来讲 那自然会提高很多 比如说特斯拉吧 虽然它的车机操作系统 连个叫的响的名字都没有 但却不妨碍它成为 整个车机操作系统规则的制定者 现在我们熟悉的大屏操作 触摸 滚动等等等等 都是特斯拉当年所确立的 而且在当年这个还是820的时代 特斯拉的车机系统 却能够实现非常流畅的操作 以至于现在 它敢把换挡件都集成到了大屏上 也足以看得出来马斯克 对于自己Linux操作系统的无比的信心 所以想想现在它跟筷子加火箭 那也是不足为奇 于是你们千呼万唤的 华为鸿蒙操作系统终于来了 相比于特斯拉 它有更多的优势 首先就是华为 它是一个软硬通吃的厂商 所以它自己的操作系统 就拥有跟自家芯片进行对话的能力 相信你们很多用过华为手机的 都知道原生的华为APP打开速度 就是要比第三方APP打开要快很多 因为都是一个麻绳 而另外一点 就是对于鸿蒙的车机系统来说 特斯拉的稳定流畅 那只是起步 因为基于中国本土研发的 鸿蒙操作系统 拥有大量的APP厂商的匹配 华为在中国IT行业 那真的是一呼百应 谁都愿意跟它去做适配 所以在鸿蒙的车机上 软件生态不用担心 而且更重要的是 在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的车机上 它拥有一个安卓的虚拟空间 可以适配目前上市场 大部分的安卓的APP 所以你拥有了鸿蒙操作系统 安卓的生态自然也不在话下 但是如果你真正想体验 鸿蒙车机操作系统的实力 你还得必须像我一样 拥有一台华为的手机 因为只有拥有它 同样的鸿蒙系统 才能跟鸿蒙车机 实现像什么无缝流转 一头六平之类的华丽操作 但是如果你只有一台安卓手机 你跟鸿蒙连接的体验 大概跟一台安卓车机连接差不多 但是如果你只有一台iPhone 那要么去换台车 要么去换个手机 不过随着这个月 华为的纯选Next操作系统开始攻测 我相信总有一天 鸿蒙也会为了稳定 把安卓的虚拟自留地 从车机操作系统里给移掉 那这个时候 对于用户来说 你选择安卓还是选择鸿蒙 也会成为买车的一个选择 而那个时候 像华为的介子被阿维塔 几乎这些采用鸿蒙车机操作系统的车型 还会不会成为你的首选呢 至于吉利 它的操作系统是收购了魅族以后 推出的Flyme Auto的操作系统 虽然官方没有说明 但我相信同样也是基于Linux操作系统 来进行研发的独立系统 在使用感受和体验上 应该跟鸿蒙AS是比较接近的 只可惜 相比于华为手机的普及率 魅族Flyme的这个普及率实在是太低了 所以我给吉利的建议 不如以后买台车就送个手机得了 可以让用户充分感受到 Flyme Auto手机的车机互联的魅力 人类的科技数点亮到了最后 一定逃不脱个操作系统 从当年的PC到手机 以至于未来的汽车 相信总有一天 你会在三个操作系统里面进行选边站 但是在中国市场 QNX你就不用考虑了 因为你不会再见到它 但如果你喜欢折腾 喜欢娱乐 那安卓是你的最好选择 但如果你是一个华为的死忠粉 或者你对中国本土科技充满向往 那选择鸿蒙那是没错的 但至于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就用一个iPhone的CarPlay 去一桶江湖 那也非常OK 好 我是周展 欢迎收看这期展开说 我们下次再见